啊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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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我是嫣恶 這次跟大家介紹一位朋友 露西恩的老婆Sana 根據我在PVE反覆測試多次以後 個人認為拿來打AD跟輔助其實是差不多的 所以我今天介紹的是AD型Sana 基本上即把它當成 禁或葛雷夫這類的射手看待 當三娜屬於AD行駛的優缺點 我來幫大家分析一下 優點 擁有不錯的換血能力 線上騷擾牆 後期單體輸出爆發高 有部署的團隊輔助能力 槍比人還大 缺點 前期非常弱勢 沒有位移技能 遇到途徑角難以生存 攻速世界無敵慢 對上坦克的時候非常難受 以下是我測試五場之後 個人認為最強的符文 僅供參考 再來就是我比較簡單的說明他的技能 被動 珊娜在攻擊敵方、英雄 以及敵人死亡的時候 都會有機會掉落靈魂 吸收靈魂可以提高射程 傷害和暴擊機率 Q 類似路線的Q 但是更大更粗 而且可以拿來打塔 使用的時候 珊娜自己會回血 造成傷害的同時治療隊友 普通攻擊可以縮短此技能的冷卻時間 吸收靈魂心 W 向前方射一個黑霧 對第一個目標造成傷害 過幾秒之後會進入目標 以及目標附近的敵人 A C SANA將自己變成一個黑影 增加跑速 自己將會變成幽靈狀態 如果队友進入黑影的話 也會讓队友無法被指定 R 全圖大招 只有大招中間會造成傷害 而隊友將會獲得護盾 無非行時間 再來就是出裝 而我個人認為有兩套出裝可以使用 那這兩套出裝是針對不同情況來做搭配的 第一套 妖夢 鞋子可以選擇三束鞋 物防鞋 魔防鞋 木色黑刃 火炮 無盡之刃 大物穿 然後GA 這套裝備需要控模 但是爆發比較高 適合追擊別人 打前期 軟皮組合使用 第二套 奪破 鞋子一樣可以選擇三束物防或魔防鞋 火炮 無盡之刃 木色 霧穿 GA 這套裝備成型比較慢 適合打中後期 建議是出到無盡之刃再開始打架 不然輸出會不夠 要注意的是火炮跟木色黑刃 是核心裝備 木色黑刃可以在1的黑影裡面觸發 而火炮配合被動加長攻擊距離 可以超遠距離輸出 再來就是一些小技巧跟輸出手法 在線上如果可以的話 盡量使用AQA去吸取靈魂 盡快讓自己的被動疊加起來 有助後期成型 而且也因為珊娜本身的Q 會回復自身血量 所以在線上換血的時候 可以不用太害怕 WAQA 可以綁住對手的情況下 最高效耗消耗對手血量的方法 如果對手躲在小兵後面 沒辦法命中W的話 可以直接使用AQA 當你發現可以繼續追擊的話 可以使用E跟support一起增加跑速進行追擊 再來如果你發現接完一波之後 感覺可以擊殺 可以在對手還被綁住的時候 WAQAR一波帶走 總結而言 如果珊娜對上坦克以及充聯組合的時候 會很難打 可能要注意自己的站位以及輸出的對象 但是如果是打到偏脆皮的組合 可以嘗試使用珊娜享受AD女刺客的快感 一波帶走對手 在對線的時候要注意一下自己的魔量 控制在一個合適的水平下換血 以疊加自己的被動 並且也要多買紅眼 控制好自己的下路視野 避免因為沒有威夷技能而被GANK 在前中期不要太衝動 只打自己有把握的會戰 因為SANA偏上雪球角色 如果前期就開始逆風的話 中期你就會看到自己打了半天 還打不死一個人 非常可憐 還會被隊友嘴炮 在遊戲的中後期 可以主動把握機會單抓對手 但是要注意不要過分膨脹 打了一套如果打不死 就必須馬上退 避免對方資源感到抓人不成反被抓 以上就是我對SANA的一個簡單的介紹 給大家在新角出來的時候 有一個初步的雛形可以參考 那以上都是我個人認為 如果你有更好的建議 也歡迎在留言提出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幫我留言分享訂閱 我們會愛你喔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掰掰 今天的工商時間 臉書搜尋 燕兒ALBE 諮詢組裝電腦囉 我們下支影片 ṟ 我們下支影片 請わ個佛 recordings 發音支持 百分之日 米70